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定了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祖父虽然是清代汉林出身 但他乐于拥抱新潮流 接受新事物 他不但富于新思想 而且能实践新道德 我记得那时候家里经常来一些商务印书馆的年轻人 我记得有留法归来的胡玉芝 还有郑振夺 叶盛陶 卢振夺等一批青年才俊 正是因为祖父有这样的新思想 新实践 才创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 当商务印书馆发展趋稳时 张元济开始创办文化教育机构 从幼儿园到小学 甚至还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 他还创办了电影厂 玩具厂等一系列工商企业 这些横向拓展延伸业务的经营方 都是紧紧围绕文教这一核心展开的 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与经营思想 不仅多为当时的近代企业所借鉴 也给后世的文化教育企业提供了思考 商务印书馆还较早地实行了职工待遇方面的福利措施 比如说花红制度 无论职员工有职位高低 年老退职有退奉金 因病死亡有陆赠金 因工伤亡有特别抚恤 上海商务印书馆各机构部门使用中卡进行考勤 同时还设立了免费为职工看病的医务处 并且为职工办理财产保险和人数保险 这些福利制度在近代的中国工商业中比较少见 这些大都出自于张延记的大力提倡 从1902年开始 张延记先生进入到商务印书馆之后 实施了他的这些理念 包括编定新式的教科书 这套教科书是第一套成功的新式教科书 它是培养我们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的 所以这套书一旦确立 它要改造中国人的知识结构 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要更新 要培养新的中华民族的人格 这是这一代大家 他们在编课本的时候的一个 非常急切的最基础的一个诉求 他当时就跟夏瑞芳说 说了一句话叫 无辈当于辅助教育为己任 无辈 无就是我 我们我辈 我们这一辈人 当于辅助教育为己任 我们搞出版的是为教育服务 所以这套教科书可以说既是商业书馆成功的第一步 同时也是我们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起点 一个飞跃的起点 它对教科书的这样的一个博化 把中国从传统的教育推进到近代教育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所以迅速地把商务印书馆就变成了一家 名副其实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最基本的一个状况 所以张元季先生 他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壮大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元季在商务印书馆期间 主持编撰新式教科书 通过出版辅助教育读物以开启名剧 翻译外文书籍 引进先进思想和理念 编辑和翻译科学技术书籍 引进先进科学 搜集古籍真本影印保存 传承中华文明传统文化 张元季的出版活动 对中国近代出版业 教育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教育史上 有着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影响 张元季先生 他的精神 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元季先生 他从商务退休以后 他专门给商务的同仁留下一首诗 这首诗现在也已经写到商务的管歌里了 我们的管歌叫《千丈之送》 这首诗叫《昌明教育平生院》 顾向书林努力来 此时良田好耕植 有求收获葬枝 这首诗叫《昌明教育平生》